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今天要討論的呢就是冰箱 冰箱其實呢 是現代人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不管你現在還是你的最後一天 都要使用到冰箱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冰箱會造成男女之間 兩方爭吵的一個焦點呢 今天要好好的來探討一下 好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趕快來歡迎 每天為了冰箱而翻臉 我們台灣團隊代表 歡迎四位 大家好 當然呢 冰箱亂吃沒再怕 因為他們就是不怕死 我們聯合國新來 歡迎 什麼都藏 什麼都不奇怪 冰箱幾乎是每個家庭必備的電器 而究竟外國新男們 冰箱藏著什麼秘密 現在馬上就來揭曉囉 我覺得冰箱真的很容易造成 情侶或是夫妻之間的吵結束 而且冰箱也會讓人緊張 為什麼 緊張流汗 它就是退冰 退冰之後要跟冰 這個撒雞弩跟我講的笑話 這樣也要被噴 哪有 那個是第一次 誰死兩次啊 以後就習慣了啦 冰箱是真的會造成很多很多分針 會嗎 你知道 像瑞姐一定知道 班是不喝酒的 大家都很少知道 白晶聖是滴酒 應該不是滴酒不知道 但酒量非常非常爛 幾乎不行啦 一瓶啤酒就掛了 對 就會耳朵超紅的那種 但是有一陣子呢 就是因為市面上出現 很多口味的啤酒 所以他就去買了 那他也想說會要跟我分享 所以他就各買了兩瓶 然後就有鳳梨口味啊 然後水蜜桃口味啦 芒果啊 芒果口味 於是呢 他就買回來之後呢 你知道呢 一年之後 我們家的冰箱 仍舊是那雙雙對對對的 各種口味的啤酒 妳叫夢多去就把妳清掉了嘛 我跟妳講 我馬上把妳耗完好不好 問題是 因為但是就是 妳們是兩個都不喝酒嘛 所以還好 但是像我就是酒鬼嘛 對不對 我跟六月一樣 就是每天喝酒的 幹嘛拖人家下水 那本來就是啊 可以抱對嗎 他是酒先 可以 沒有啦 問題是 因為我們日本人 就是喝啤酒的 就是一種習慣 不會說柬埔的日本人 我是去洗澡之前 就是杯子 放在那個冷凍庫裡面 啤酒杯 對 啤酒杯 很正常啊 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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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嘛 但是這個是統喝酒的人在了解 然後呢 我還有加上那個白酒 白酒 因為現在日本很流行就是白酒 有塊結冰的溫度在喝 很好喝 而且是現在是喝那個下電嘛 但是我之前一個女朋友 超級激勃 因為我去洗澡 我 睡覺很準 因為那個沒得洗嘛 就是洗得很快 所以就是我去裡面洗澡的時候 大概15分鐘 有時候10分鐘就出來 這個我放在裡面的時候呢 我很期待 我是忍耐喔 已經回到家 就是拍外景很累啊 但是就是 通常現在回到家 馬上想喝 但是啊 算… 我想喝 然後都是很結冰的 很冰的啤酒 所以彎在冰箱 所以我趕快洗澡 好 請再… 出來的時候 那個啤酒 還有那個杯子 回到下面 回到是原本的位置 他說 欸 寶貝啊 因為那個啤酒 那個冷凍會爆炸 會啊 不是 15分鐘不沒 15分鐘 不你杯會爆炸啊 不是 你看 不會啊 不會嗎 那個是冰太久了啦 對 那是你們不喝酒不懂 撒基努跟劉怡一定懂得 15分鐘到15分鐘 當然懂啊 對 不會爆炸 我在大水的時候 我跟朋友們在陽台外面 然後啤酒很快變熱對不對 所以我們放冰箱裡面 然後差不多 20分鐘還是1個小時 你喝醉的話 20分鐘跟1個小時 差太多 你會不會算是啦 沒過來的不會算是是不是 不是啦 你白癡嗎 你也是你在 房子在外面 直接在那個 那麼冰的地方會爆炸 溫度差太多 但是我是現在下面 然後已經 他現在冷藏 我們再放到冷凍庫 冷凍庫是沒有太大的區別 了解喔 我常常會發生問題 就是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就是Nikita本人 然後我常常 因為我的習慣就是 我如果去逛一些超市 我就會 搜刮很多東西 然後回家冰 我想說哪一天 就是如果肚子餓 宵夜冰箱隨時都有東西 但他就是會常常 就是趁我不注意 或趁我不在家的時候 把我買的東西全部吃光 他就是常常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很容易肚子餓 肚子餓就把我冰箱的東西 全部吃光 然後也不跟我講 然後等我肚子餓要去吃 沒了 我覺得很沒有 我覺得大家對於什麼東西 可以冰哪裡 其實普遍有時候 不一定有概念 可是我遇過最神奇的沒有概念 是我男友他本人 有一天我們就去超市 買了一大堆東西來 我跟他說東西拿去冰箱 其中包括一個 就是大家如果吃凱撒沙拉 不會用到那個羅美生菜 就有人叫羅曼生菜 本來買了一大盒 我說今天可能沒有辦法做 那把羅曼生菜冰起來 他說OK 他就很高興拿去冰了 那第二天我就想說 今天很適合來做凱撒沙拉了 然後就開始找 我冰箱打開左翻右找 想說 生菜去哪裡了 怎麼找都找不到 我就後來問我男友說 你昨天生菜你吃掉了嗎 為什麼我在冰箱找不到 他說有啊 我放冰箱啊 我說放冰箱 那他去哪裡了呢 怎麼可能 我怎麼翻都沒有 他說我帶給你去 他就把冰箱 這個時候就一看 他到我們冰箱是三層嘛 他就把最下面那一層 叫做冷凍 拉開 在這裡 他把羅曼生菜放在冷凍庫 他不知道下面是冷凍庫 他知道那是冷凍庫 我說 你為什麼放冷凍庫 他說冷凍庫 反正沙拉是吃生的 這不足 當時候拿出來冰融化 它又栩栩如生啊 解凍之後當然就爛掉 對啊 他就一直覺得吃水啦 對啊 但是老兄覺得 它應該是解凍之後 冰塊消失之後 它又變成一顆鮮活的蔬菜 這個應該外國行男們都知道 不能冰在冷凍吧 菜呢 一般人搞不清楚啦 等到他自己進去放的時候 就知道 其實我小時候會 跟上跟我媽媽敲架 因為我小時候有一個懷習慣 就是我 因為我們法國人喜歡喝冰的東西 就是水啊 果汁 牛奶 都要放冰箱 可是我小時候都會喝冠 然後把那個孔的冰子 再放冰箱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這個 我這個這個習慣 我沒辦法就掉 我一定要再 你丟掉會怎樣 我也會耶 這是一種烏龜原味的感覺 對 那冰箱應該很快就滿囉 但是都是空的喔 因為像我們那個水啊 那我們會用那個 喝那個 那個浸泡水 果汁 那個 在法國我們可以喝這個 就是琉璃台那個水 那個瓶子這樣發冰箱 那如果我喝光的話 我會再把它放那個瓶子在冰箱 但是你不會再放到浸泡 所以我媽媽會想 這橫課的時候 就要開冰箱就 沒有水了 沒有水 結果就纏上喬家 好可愛啊 對啊 好討喜喔 喝得好 我的另外一半有沒有 她有時候去夜市啊 或者是她買的咖啡 然後都會有袋子對不對 她連同袋子這樣一起冰 為什麼 然後冰完之後呢 她把飲料都拿出來 但是袋子呢 她還會放在原地 然後她就... 為什麼 這個跟法比特的意思是一樣的 沒有 重點是 她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這個袋子她就放著 她也不清了喔 她明天還是再去買一袋東西 壓上去 然後再把品片的東西拿光之後 還是不清 再壓上去 然後我們家的冰箱 幾乎有80%都在冰塑膠袋 然後我跟她講說 你可以把這個塑膠袋 好好的收好嗎 她說 她就是懶惰嘛 然後... 那你就幫忙清一下會怎樣呢 那我就是固定一個禮拜 我都會去蒐集一次啊 蒐集 我就是不一樣 我就是唱唱我老婆保援我 因為我是韓國人嘛 一定要吃跑菜 而且我們韓國人在家 自己做跑菜的時候 一吃一定會做很多 然後就是分享跟朋友 一起吃這樣子 所以我們家冰箱裡面 槍槍有這樣子 一包一包跑菜 很臭 你可能不用密封盒啊 跟她一樣 她一直說很臭很臭 對 應該要密封盒 你用密封盒就不會有味道啦 樂口樂不是韓國人發明的嗎 你們說這樣子嘛 對啊 這樣也好啊 但是不太麻煩嗎 這樣子也不行嗎 你那個收藥袋如果破一個洞 就完了 就臭死真的 整個冰箱完蛋 完蛋了 土石流 而且重點是 她說很臭 超臭臭 重點是我沒有感覺得到那個臭 已經麻痹啊你 你不覺得很香香的嗎 沒有 你們大家問杜莉放的皮臭臭 杜莉自己也覺得不臭啊 對 這種發酵東西 如果塑膠袋有塑化劑的話 不好 對象也不好對不對 那個是有酸度的 有酸度的東西 跟塑膠袋放在一起 就特別容易融出塑化劑 對 身體健康不好 這就是今天有專家來的原因 是不是 還不趕快換管子 趕快換掉 換成玻璃的 比較好 好 那是我的 我怕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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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弱喔 而且你那個氣味這樣外洩 跟其他的菜都混在一起 而且那個冰箱門一打開 真的 可不可以哪一天裡面冰個蛋糕 拿出來這什麼口味 泡菜口味 但是韓國人在冰箱放 泡菜是很正常的 對 對 沒錯 對啊 那不然西班牙都在冰箱放什麼 我不要講一般西班牙人的冰箱 那個很無聊 我要講是最有特色的冰箱 我父母家的冰箱 那個才是有特色的 因為我父母是西匹嘛 所以他們不喜歡買那種 人工的飲料 他們喜歡自己做的自然的飲料 例如是什麼 例如油格他們不買 他們是自己用發酵的做的 長這樣 這個聞起來應該很噁心吧 很像一個 肉流在泡水的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茶 他們喝茶也不可以喝正常的茶 他們是喝一個這樣 用一個菌類的還是菇類的 來發酵的一個叫 紅茶菌 直接喝這個 紅茶菌 對 沒有,直接喝這樣子喝啊 直接喝 紅茶菌怎麼樣的 紅茶菌其實不噁心耶 紅茶菌的產品 其實大家都吃到過 但是不了解的人 就會覺得這個很可怕 請問紅茶菌的產品 你們一定吃到過 你們吃的搖搖杯裡面 有一個東西叫 野果它其實就是 我們台語叫的 紅茶菌發酵的產品 就是厚厚上面那一層 就是做成的野果 所以它只是 它吃的不是那一上層的那個 那個野果 而是吃下面的那個 它分解出來的 所以野果不是用野體脂做出來的 不是,野果是紅茶菌發酵 它是椰子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喝的是 怎麼叫野果啊 我們喝的是紅茶菌的浮油生物 紅茶菌它發酵出來的產品 比如說像剛才它那個優格那個東西 下面白白其實是類似乳氫的東西 乳氫 很多人為了吃那個有效的那種 什麼乳氫蛋白啊 覺得對身體很好 就是分離液下面就是乳氫 另外那個 拜託你們喝的 啤酒也是發酵來的 是在叫什麼 就一樣的道理 沒有,那個至少是喝啊 但是至少就叫啤酒 它不會叫個 沒有錯 但是你們是了解的人 但是我小時候跟長大的朋友 都不了解這是什麼 然後來我家都會嚇到 然後像我說 我父母家的冰箱只有 酸奶 太誇張了吧 那我們今天呢 有神秘的人物 幫我們做冰箱特搜 就是去看人家的冰箱嗎對不對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你們絕對想不到 我們現在來誰的家 GO 佩德羅,你在裝什麼神秘啊 貼滿磁鐵的幼稚冰箱 究竟是誰的家 好多東西 這裡的人好像很愛吃喔 不是愛吃 是我怕餓 哇,怎麼這麼髒啊 哪有的哪裡髒 好亂 這個很亂 然後這個,這個是什麼 你真的很怕餓啊 對 這個是我老婆的蔬菜湯 那女孩子都愛漂亮 愛心,愛心菜 多吃點蔬菜 增加點纖維也好嘛 對不對 你看你是一副便利的樣子 看你還是很愛喝飲料嘛 這都是半喝的 半喝的飲料喔 禮拜一喝這個 禮拜二喝這個 禮拜三喝這個 禮拜四喝這個 可以輪著喝嗎 小心糖尿病 無限的飲料 飲料就不會缺 這個放多久啊 你說吧,這是什麼 不用我去 不用我去 發美了耶 這個發美了 這不是發美 對你還是外國人 這個是blue cheese 很貴的 還是我們送給法比歐blue cheese 法國的blue cheese 法比歐也可以啊 比歐也可以 還可以當早餐吃喔 你看這些醬包 這個是每天我們在那邊放飯 然後這些都是你們丟在那邊不要的 這個減圍都可以吃啊 對不對 一罐辣椒多少錢 對不對 金打細算嘛 那下面這些是什麼 五醬嘛,對對對 這放多久了 真的嗎?我不知道耶 大概過期半年了啦 沒有什麼 半年還好 你看 你可以在家休息一個月 都不用工作,很好喔 真的好 對 媽啊 我的媽呀 小楊哥的冰箱 還有多少東西啊 不用這麼省吧 騙德羅還會發現什麼怪東西呢 這也是你幫喝的 這是青草茶啊 這很好喝耶 青草茶 對... 來一口 對 不錯 不錯啊 這個好喝 OK的啦 所以這個冰箱100分 100分 很好很環保的一個冰箱啊 我剛剛其實正想要說 你們都在講冰箱的時候 我想說老梁他們家的冰箱 為什麼 什麼都有 好可怕 還沒講 就來了 影片就來了 他們家 什麼 你剛剛還說這是夢多家的冰箱 因為我覺得很眼熟 但跟我印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樣 你知道我剛剛跟小可說 你剛剛那一鍋蔬菜湯 到現在一定還冰在那 對 而且都沒有燒 絕對沒有動 不好意思 因為你也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他為了就是 減重他就在吃那個嘛 可是他也是吃個兩天就不吃啦 所以就放在那邊 應該已經倒掉了 應該又會變成冰箱對不對 對... 我們家平常有好的冰箱啊 但我可以完全體會 就是飲料喝一半 對啊 我覺得飲料喝一半 是一個 就是當你想要再喝的時候 我就是隨時就可以找到 另外一個口味 我有時候可能喝完綠茶 我就想要喝紅茶 然後又會莫名其妙 會有一些驚喜產生 可是會有的 可能已經放兩個禮拜了 好 我曾經就有一次這樣 就是我去買 那會有酸奶跟紅茶什麼 紅茶菇 紅茶菇的味道 我有一次就是去買了紅茶 然後放在冰箱 那真的大概也是放了 大概四天左右 三 四天而已 對的時間 然後當我再去喝它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它原本是什麼了 我只說 這飲料真的太好喝了 我沒有喝過哪一家早餐店 可以調出那麼好喝的檸檬紅茶 然後我就去問Ben 我就說 你在哪一家早餐店買的 怎麼可以這麼好喝 他就說沒有檸檬紅茶 沒有早餐店賣檸檸檬紅茶 我沒有買過 我說有 我就拿到他面前的時候 他就轉 他就把杯子轉開 他就說你看這邊寫什麼 我就寫說 那怎麼沒有檸檬味 然後真的就是因為蒜泡 酸掉 他已經酸掉了 真的好好喝 我忘不了 我們來問一下 來 佩德羅 真的很好 你剛喝那個青草茶 你忘得了它的味道嗎 跟其他的東西比起來 那個沒有法美 所以就還不錯 對啊 你沒看到最後只剩一點點那一罐 就是因為過期我們不敢喝啊 那你還冰 難怪我辣肚子 好可憐的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他就是這樣 他東西就是往裡面放嘛 然後呢 比如說他的時候再去買 比如說高麗菜好了 我說怎麼又買 因為我覺得好像冰箱下面還有一個 他說 沒有那個壞掉了 他自己都知道過期 然後他不把它拿出來丟掉 然後他就再買 他這樣變得說冰箱裡面層層疊疊 你根本也不知道裡面的東西 到底什麼時候的啊 會不會哪一天你會被冰進去 之前你看 我們常常吃拉肚子就是這樣啊 但是我們就沒有素便的問題啊 是不是 其實我有一次喔 就是 我也是飲料會喝一半的那種 但是我不會拿去冰 我是放在外面 因為那個是酒 那是酒 那我有時候晚上都會小酌那個高粱酒 然後一次買都買大瓶的這樣 然後喝到一半就放著 然後隔天又再買新的這樣 因為印象中那一瓶好像喝完了 殊不知五、六瓶都在那邊了 那我老婆看到啊 你那麼多瓶 他就自作主張 他就幫我收集成一瓶這樣 就放在冰箱 那一天我去打球回來 很渴很渴 因為那個球場附近都沒有販賣機 然後我想說趕快回到家了 開冰箱 運動飲料打開 一口氣就先來個半瓶吧 下去 哇塞 我整個燒上來 然後我老婆就從後面 那麼渴啊 我說吃一瓶是什麼 就是你喝完剩下的高粱 哇塞 我一口氣這樣一半喔 那天睡了多久 哇塞 我大概 我那次打球是打到八點多 然後那一瓶喝完我說 我趕快先去洗個澡 因為我已經開始在飄了 然後洗完澡之後 我好像睡到隔天的下午四點 我的冰箱其實還滿乾淨 然後因為我吃比較的很健康 然後我不會用那麼多醬 像你們亞洲人之類 但是因為我吃 我最近做我的便當 所以我會做菜的時候 我會做很多 然後放在盒子裡面 那有時候如果做意大利麵 跟番茄醬 我會用那種管那個 蜜蜂罐 對 然後自己加一些 就是番茄 蘑菇 茄子 什麼的很多蔬菜 可是有一次 我可能是趕時間 我開那個番茄管頭 可是沒有用完 沒有用過 就開管 對 可是那個空氣 那個已經進去了 結果可能兩個禮拜以後 我開始 就是我切很多蔬菜 準備很多蔬菜 放那個番茄醬 很多 就是可能三天都可以吃了 結果完全 都要丟掉 發酵了 發酵了 罐頭有真空的 或者是直接鐵罐 他們其實不開之前 他都會告訴你 你可以放很久 因為那種它幾乎是滅菌的 所以通常它保存實現會很久 大家就有那種想法說它還沒過期 可是事實上只要一開封 它已經不是真空狀態 它有接觸到細菌或有那個 它其實都一樣 開封之後 再冷藏應該一個月之內 最快就要吃掉 最長不要超過三個月 到冷凍也差不多是這個時間 所以你不要想說 它還沒有過期 可是它已經開封 它就是不是本來的樣子 有接觸到空氣就不行了啦 剛剛看那個影片 我覺得小梁也真的跟Justin非常像 情況一模一樣 就是每次買一個東西不吃完 然後隔天不會先把舊的東西吃完 先買新的 然後都已經忘了 昨天或是上個禮拜買什麼 然後一直放累積累積累積 很像一種實驗室 好像你們要種一個新的生物 我覺得在那個冰箱裡面 那Justin就是 在那個冰箱裡面放一個鍋子 然後我覺得 那家有三個人住嘛 應該每一個人要稍微節省一下 那個空間嘛對不對 但是他就是放一個大鍋子在裡面 然後鍋子裡面有白色的醬 然後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看得出來嗎 那個醬下面已經變成綠色了 我不知道在那個鍋子放多久了 然後我就跟Justin說 Justin那個鍋子 已經東西已經壞掉了 他說哦 好啦 好啦 OK 好 我三天前跟他講 他到今天都還沒有蒸你這個東西 結果覺得他還根本不敢泡 如果你那時候經過冰箱 要開冰箱 一打開如果聞到臭臭的味道 那才可怕 有一次我是 就是常常要去開冰箱要拿飲料 一打開就 第一天就覺得 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味道不太對 第二天越來越重 再三天、四天 那個味道真的是 你冰箱是不是有冰屍體 這太臭了 然後我就把它打開 我想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開始翻... 原來是一盒 就是去那種 生鮮超市買的那種 牛肉切片的那種 我看那日期大概就是 三個禮拜前 它就已經過期了 三個禮拜前就已經過期 可是因為它塞在最裡頭 所以你根本忘記它的存在 我把它找出來之後我就看 肉應該是紅色的 但它已經變成灰白色 它在冰箱裡頭已經自然熟成了 它已經熟了 然後邊...中間是灰白色 但旁邊邊邊是黑的 綠 黑的 是黑的 它在冰箱就熟了 但這件事情也是發生在 妮吉他身上 我們華人社會講的是 入土為安嘛 你看那塊肉有多冤啊 太沒有價值了喔 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到底搜的是誰的冰箱呢 我今天來一個 有一群女生住的房間 我們來看看她們的冰箱 有什麼東西 哈囉 這是我 大家好 我是夏語心 冰箱好像很久沒有整理了 那我們去搜查 搜查... 好大的冰箱 棒喝的可樂 優格 哇 入這個 好多啤酒喔 好可愛喔 妳這個妳想喝是不是 想可以嗎 因為這我是去日本的時候看到 不是說看到嗎 我打開 黑一口 欸 不啦 我有說好嗎 我有問 妳沒有回答 OK OK 你開心就好 等一下就是離開的時候 可以多帶兩瓶回家 為什麼會有症子 平常在家裡有一些不良習慣 沒有啦 亂講的啦 這是因為我們家有寵物 然後就是寵物醫院的狗狗的藥 欸 這個是什麼啊 這是不是發霉的餅乾啊 這什麼 不是啦 這真的好好 你要不要吃一個 妳吃好 妳吃一個 好 有痠痠的 別人啦 確認的肉粽開封的水餃 更恐怖的要出現啦 這是什麼啊 喔 哇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湯底之類的 然後冰起來 然後就放了一陣子 所以這個你們 我放了牛肉湯嗎 好了 Nikita 因為我跟Nikita住 擺多久 大概一年吧 那這個到底放多久了 這個 黏住了 哇 沒有 這是什麼 好恐怖喔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的誕生日 誕生日 這時候多月了嗎 沒有 五月剩idences 下地月 但一個月了 一個月了 臭臭的妳ع看到 哪有 裡面就沒有 好 這一 Junior 好像臭臭的耶 看得出來你們不喜歡 浪費食物都會保留 對 因為我平常有在做菜 所以東西會比較多一點 OK啦 OK的 OK的 還好吧 不OK 天啊 一般人蛋糕沒有吃完 他應該是會擺在冷藏 你們為什麼直接塞在冷凍 而且塞冷凍好像會壞掉 死得最冤的是那隻雪寶 不明顯妙 他不是要把它動起來嗎 動起來就不會壞掉啊 本來就壞掉啊 那個爆開的 你們玩什麼變態的遊戲啊 這個是有他拍人家嗎 還是 他去誰家都吃東西 他怎麼還可以活著 對啊 有一次喔 去就是剛交往的一個女朋友 打開那個平衡上面的時候 看到很多 哇 我好開心 然後都沒有打開喔 然後都沒有打開 我很開心打開 我來挖大狗吃 一股 超級難吃 然後就是有一種味道 然後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味道 然後就是看後面 已經過期了三年多 但是呢 我都跟老師講 他覺得像那種平淇淋 過期三年其實味道不太會變 但是呢 為什麼那麼醜 就是那麼不好吃 因為 我跟他說 怎麼可以放在 這那麼 那麼就是過期的平淇淋 他說 因為他的個性就是 買完就才滿足那種的 他不用吃 就是手機 比如新的國外吃啦 就買買買 他都用聞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他都不吃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那麼難吃 因為他剛剛說 啊 對喔 我三個月去旅行 然後那個時候忘記付那個店費 調店 平店 一個禮拜 然後回去付 就是那個店就是有冷凍 所以就是已經融化掉嘛 而且是平淇淋裡面有幾趟 就是動物性的湯白 壞掉 我錯你知道嗎 我真的拉肚子兩天 台灣人過了也要吃比較好 比平常豐盛 所以烏魚子這一類 比較貴的食材 都會出現在桌子上 那年我媽一樣照例 就烹調了烏魚子 拿出來之後我就看這烏魚子 這個色澤 上面還有一點點血絲 顯然是野生烏魚子 這高級的 我跟我媽說 這個高級的 她說你現在知道這個高級的 我說可是 這一塊哪來的呢 她說 你忘記了 這之前那個江醫師送的 江醫師送 我說江醫師送 但是兩年還三年前的時候 我說那你說的是 那一塊野生烏魚子 你還沒吃掉嗎 她說對啊 因為這一塊很好啊 高級啊 那三年了還拿出來吃 但是我跟你講 我媽不是最低級的 後來我把這件事 講給我朋友去聽 她說你這算什麼 有一天我們過年 台灣人還要做一件事 就吃火鍋 吃火鍋就很多火鍋料 微爐啊 吃火鍋 火鍋料 那吃一吃... 媽媽跟爸爸就在旁邊開槓了 說 我看我們今年 這鍋子要去補那個火鍋料 他老公拿 因為阿公四年 我也補過火鍋料 那我朋友一天心一心 阿公已經吃兩年了 這個火鍋料放在土 他們家有一個很大的冰庫 所以裡面滿滿都是火鍋料 原來他吃的這一鍋 過年團聚的火鍋料 是兩年前 阿公四年了 已經放了兩年了 放了兩年那麼久 我有時候晚上吃泡麵 我老婆也幫我加一點火鍋料 可是我們 好久沒有買火鍋料 那剛下那個冰淇淋咧 一斤開封 一打開開封這一種 你其實就不要放超過一週了 蛤 因為它其實是很營養 非常豐富的食品 它裡面又有很多豐富的蛋白質 而且你挖的時候 通常都會污染到吧 你們都 好浪費耶 浪費耶 它的口水又再回去了 而且我說真的 那個就是因為剛剛講的嘛 就是動物性的燙牌子 那個壞掉的味道 跟食體一樣的味道 我以為是就是有人死掉一樣 很錯 媽媽通常冰東西都會冰到旺季 那我媽也是 那我有一次剛好我朋友去浮潛 然後他去抓到野生的酒孔 還滿多的 然後都還滿大顆那種高級食材 然後去拿過去給我 但是我不在 我剛好去南部露營 他那個酒孔已經冰到三年了 突然想到說 你朋友好像有拿酒孔給你過 你要不要拿出來看 拿出來 他已經變 扁 扁 扁掉了 接下來是要搜誰的冰箱 好大 這個冰箱好高級喔 不好意思 有事嗎 這個 在我家 我們今天要介紹呢 就是徐小可的冰箱 這個塞到爆滿的冰箱 到底有什麼嚇人的東西呢 這個 這就是台灣的習俗你知道 生兒子就是人家要給油飯 然後生女兒子給蛋糕 過期了 這個還能吃嗎 我們台灣人就是節儉美德 對於這種小梁哥你應該知道 那是食物還沒有開封之前 因為你看它是完全沒有開封的 所以沒有泡到口水之前呢 它如果直接放冷凍布的話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原來是這樣 好 這個讓你過 為什麼會有盤子 放在冷凍 這不是盤子 這是 裝盤 這個就是讓小朋友當紀念 因為是哥哥跟妹妹生日的時候做的 那這裡有一些比較奇怪的喔 這個是什麼 本身身為 幹嘛 這很臭耶 哇 紅蔥頭 你看 黑 這是千歲俘乳 就是豆腐乳 而且這個豆腐乳 這一罐200多塊耶 這阿公阿嬤飯 下一個...這是什麼 哇 越來越怪 這有在 這是細菌嗎 它是越放越久 它不會壞掉 它放越久 越放越甜 很好吃 真的 我跟你講 好吃吧 那每個白衣都是不我啊 你很難養耶 你需要衛生紙嗎 哇 飄養了多 你先喝... 你先喝 你喝了我再告訴你會有什麼後果 我跟你講 現在幾點 現在大概八 九點嘛對不對 你現在九點十五分度 現在在一直尬 然後九點... 對 我以為要吃了 九點半的時候 你會整個極花燒我沒有騙你 靜者的佩德羅還不死心 小可的冰箱能過關嗎 然後下層是菜 高麗菜 對 高麗菜 然後下層是一些冰箱 最下面很多蔬菜耶 對 因為每天都在做飯 真的是好媽媽會做菜 這是好的冰箱 我以為她說我是好的冰箱 沒有 哇 裡面的東西也不遑多讓耶 那個油飯聽說是洪百榮兒子的油飯 洪百榮的兒子好像已經八歲了 你知道有兩盒油飯 他拿了一盒那盒過期 然後我就很好奇說 那另外一盒是誰 你知道我打開來看 那個孩子的爸爸媽媽我都不認識 都不認識 你知道油飯只能放一天 我知道油飯冷藏可以放一天 但冷凍應該也放很久吧 最多七天吧 沒有那麼久 七天真的是到頂了 七天到頂 我沒有要吃它的意思 我就單純想要看 那妳放在裡面幹嘛 一種 而且妳把小朋友的翻糖 放在裡面幹嘛 妳又不會吃它 妳也不玩它 妳就是一個紀念 因為那時候是小朋友 他自己要 所以妳以後要來當 不會 我不會說那麼蠢的事情 人家結婚是送戒指 妳就送那個翻糖 就是很 我覺得冰箱就是應該要把一些 真的怕它又會壞掉 然後放在室溫真的會壞掉的東西 就是剛剛佩德羅吃那個酒釀是不是 很好吃啊 他那個湯匙瓦了以後 湯匙又放回去 所以那一罐我就丟啦 對啊 我如果知道之後 怎麼樣讓他把東西丟掉 就叫佩德羅去他們家 把所有東西都吃一口 而且他真的很勇敢 他就是一大匙這樣吃耶 因為我看到 讓我想到我小時候 父母的那個 優格嘛 對 所以我吃看看 但是吃起來 也是跟我父母一樣讓我喘吐 其實我有一個真的更可怕的台灣女生 她是本來很潔癖的女生 我去她的家 地上完全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什麼垃圾 還是什麼鋪那些東西 當我打開她的冰箱 真的厲害 這個人 裡面什麼都沒有那個壞掉的東西 都是很乾淨 但是我打開她的那個冷蔥 冷凍庫 那裡裡面有一個這種關子 但是沒有 這個是跑菜的 那裡裡面都是盆 廚餘 廚餘 就是你吃不完的東西丟飯的裡面 有聽說 我跟你講就是要這樣 因為我們家也是這樣 為什麼 不是 你要知道 每個禮拜三跟禮拜天 是沒有垃圾車的 可是當你如果有吃剩的東西 要丟 沒有垃圾車丟 那如果你放在一般垃圾桶 它會臭掉 它會長蟑螂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到底應該怎麼辦 要怎麼先把它保存下來 然後等到禮拜 過了禮拜三再丟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噴 都集中在一個 7-11的塑膠袋裡頭 全部倒進去 綁起來 冰在冷凍 然後它重點是 就是過了 因為你知道冰進去就會忘了 所以可能等到下個禮拜 或下下禮拜你才會想 冰箱裡頭有噴 然後再把它打開的時候 它已經變成 噴一大塊 就是噴塊 就這麼大 噴再拿去倒 我比較擔心的是 你也得知道那個塑膠袋裡面是噴 你還要吃 可能現在熱來吃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壓軸的VCR要看 是什麼呢 請看 最後來看看原住民廚神撒丁露的冰箱 像豆子是什麼 黑色那個豆子 那個豆子喔 那個叫麻糕 麻糕 對… 麻糕是什麼 麻糕就是我們原住民的珊瑚浆 你們看一下喔 對… 所以你說這個是壯陽的喔 對… 以理照顧嗎 當然要長期的這個是服用的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好像活的嗎 這是… 沒有… 俊類的嗎 還是… 沒有…不是 這個呢 它一直是我的… 陰影啦 有斷啊 好大一口 什麼感覺 還滿好吃的 有一點像那個蹄魚嘛 很鹹 這個 這個是什麼 我曾經有沒有 坐火車 然後沒有座位站票有沒有 我就打開了 整個車廂都只有我而已 就沒有其他的 這個袋子呢 這個大袋子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們吃檳榔的 保油化的葉子 很奇怪喔 它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們家呢 就是因為我大姐是開檳榔攤的 這個大瓶裡面是什麼 你內行啦 這個大瓶喔 就是我們的小瓶泥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瓶的 你要不要喝看看 乾杯 好喝對不對 很好喝 很好喝 好 那我就喝一口就好了 你喝一口 我這誰要喝了 你等一下帶走啦 這麼好 佩德羅口服不淺 飛魚乾可是上等好貨呢 這個是 有沒有 不是牛肉喔 牛肉 瓜牛肉 這個炒來自就是快炒店的那個 就是炒螺肉你知道 就是用這個肉 泡菜 紅蘿蔔嗎 味道怎樣 酸酸的對不對 很酸 嗯 放兩年 放兩年 我這個真的是忘記拿去丟掉了 那為什麼要推薦給我吃 我不知道啊 我就看到你就拿了 我來不及阻止你啊 我覺得今天品嘗得差不多了 對 她肚子開始在有 有在咬喔 我帶妳去最 最高級的這個WC好不好 好啊 OK 然後這個就交給妳 我先WC 謝謝 那妳今天辛苦不告訴我 這很厲害 哇塞 佩德羅活著來錄影不稀奇 更稀奇的是 他把冰箱裡面的東西拿來了 誰敢吃啊 蛤 真的 我們看這個好了 先看這個 1 2 3 哇 這是什麼 這個呢 這個叫做夢魘 韓國人跟台灣人一樣 喜歡吃醃製物嘛 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接受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比較好啦 比較沒有煩惱 直接吃可以嗎 吃看看 對啊 直接吃可以啊 對啊 妳腸胃好不好 很好啊 很好啊 金筋摘 金筋摘 你再讓我看你一眼 我們都只給貴賓吃 貴賓耶 對 你是貴賓姐 然後我們自己都捨不得吃啊 唉唷 因為備份太小耶 捨不得到放兩年 兩年的泡菜 在韓國也有這種那個 有 小魚乾 對 這個就是小魚乾 稍微咬一口 來 看跟韓國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不用你沒那麼餓吧 稍微咬一口就好 一口 一口 沒有稍微 你把它當成布拉魚喔 吃過完了 吃過完了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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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吧 全部啦 你是Man 你是不是韓國人吧 你是Man吧 全部出完 我們嘴唇在圍斗耶 什麼口感 後進來了 那我想加了喔 講是會辣還是酸還是怎麼樣 你可以吐掉沒有關係 跟韓國的差很多 不能吐 哇塞 給它吐 來 不能吐 我有面子 不能吐 對 什麼味道 你要跟我們講 在這個時候你還在乎國人 酸甜苦辣 哪一種 很鹹鹹 鹹鹹的 看起來全部都是眼包 眼包 對 沒有什麼魚的感覺 沒有魚的感覺 對 魚來了吧 怎麼可能 那它吞下去一半了 你可以公布答案了 就是眼包而已 這個就是 河口魚 對 我們山上的 就是河流的魚 這個也是高級的 對 來 這個就 不是 先謝謝 謝謝金敏哉 不敢讓你山藥前妻 因為不知道他下禮拜 還可不可以來 我們先謝謝他 所以柯定斯換你來 你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換你來吃吃看 你吃過最恐怖的東西是什麼 最超級的是什麼 我喜歡吃臭豆腐所以 OK了 OK了嘛 豬血膠 OK了 打開吧 你面子怎麼吃 而且味道很重 這個比這個OK 太鹹了 你用的好特別喔 有 我到你面兩個小時了 兩個小時沒有吃 OK 那覺得怎麼樣 那個魚的味道不太強 他現在講話 嘴巴散出來那個味道 就很像那個千年豆腐乳的味道 對 我覺得你 這瓶放多久了 這一瓶喔 放多久 大概兩個月 那還好啦 所以你吃起來就看你覺得怎麼樣 那個樣子不錯 不錯嘛 你吃過台灣的豆腐乳嗎 我覺得還沒 還沒 下次送你兩罐 OK 如果只是那個問 送這個回家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以放披薩上面 我覺得好吃 可以 他還喜歡要帶回家 好爛喔 來台灣我們也沒什麼好招待 這一罐就給你了 謝謝 你等一下回去配上吃喔 配披薩 他要配披薩 可以喔 謝謝 謝謝 我們要繼續來看第三盤是什麼東西 第三盤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看起來還好吧 這個還好啦 對 這個一般熱炒店也看得到啊 對 就是那個 他們只是切片而已 配的螺子有你了 我都吃過了 我都拉肚子到跟他拉完了 你這個沒吃過啊 對啊 這個啦 這個你沒吃過 這是送你最後一層的東西啊 這個是熱 熱就是線 這個是今天現炒的 你可以吃 嗨 有什麼話要說的嗎 來不及 來不及了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嗎 什麼味道 應該滿好吃的 鮮鹹的又 海水的味道 鮮鹹的 你為什麼不要用你自己點來 對不起 媒體聯訪哦 在享受 才吃一滴口 四肢已經僵硬了 不 不會太可愛 可以再嫩一點 有一點硬 有一點硬 還有沒有人想要試試看 金銘在想試試看嗎 這個是現成的 這很好吃 沒有 你現在炒過的 真的還沒吃過耶 就是今天我下午 出門的時候炒的 那那個蝸牛是你自己抓的嗎 對 就要配飯嗎 就是我自己抓的 不用 那沒有那麼鹹 那個蝸牛是 自己抓的 是雨天都會出來的那種嗎 對 那個是洋蔥 大的那種 我當然不是去路邊抓的嘛 它是田底抓的 水溝裡面 沒有啦 就是那邊有那個牧場 然後這邊都是吃牧草 所以這是大顆的那種 對 大顆那個 但是就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剛才撒基努講的 他們真的 我們要食用的蝸牛 我們是要為了讓牠很乾淨 對 所以第一個 牠是吃牧草長大 甚至牠真的要開始烹飪 前幾天就喝乾淨的 讓牠只要喝乾淨的水 讓牠肚子裡面的髒東西 都會排出來才吃的 可是牠吃還一吃再吃耶 乾杯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嗎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喜歡吃這個 第一次 找到知音了啦 他們兩個一口接著一口耶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跟你講這都山珍海味來的 好不好 今天做了那麼多 冰箱真的是要按時整理 對不對 不然的話 下一個我們要搜查的 就是你們家的冰箱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一聲 大家可以 去看看 那麽 呃 我們一聲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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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